欢迎收看展哥讲股 越讲越涨 看回不回还是得买 不然怎么办呢 我们这一波行情我一直讲 还是偏多思考 但是本来预期短线有机会拉回 但是看回不回的状况底下 说实在我今天还是进去加码 OK然后再来我们JPPKY收盘加再创新高 获利又回到20%以上 首先恭喜会员 我们的JPPKY 今天盘中早盘开盘就很强 但后来杀下来 尾盘又上去 收盘还是收了一个近期的高点 再创新高 OK那盘中当然更是新高 对不对这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银帮 一样还是获利还是来到48.98% 今天稍微小拉回一点 本来50%稍微回来一点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有加码 今天我加码这一档 我本来想说拉回月线有手 但今天就很强 所以今天买进去之后 收盘又收到最高点 买进去大概现在赚2.75% 会将近3% 所以也是还不错 接下来又要挑战前一波的高点 所以这个盘怎么讲 看回不回还是得买 就是这么简单 OK我们看一下官方LINE 来今天早上跟大家说 美股全面上涨 台股也跟进了 站回巴菲特K棒的低点 但是投资人信心不足 所以今天早盘开高之后 反而感觉起来 是在卖 很多人是在卖 所以开高之后站在卖房 我觉得接下来就注意筹码的流向 到底筹码是留到大户 还是留到散户手上 这就很重要 那就代表后续的行情可能会怎么走 电子族群之中 承收制程相对强势 从走势来看 仍然是属于盘整格局 仅有撑盘的效果 晶圆IP族群也是破敌后的小反弹 所以早上我觉得对短线的盘 是不需过度乐观 但是客观来讲 到最后收盘 他们也都是不强 所以最近的 今天的盘看起来 还是属于一个轮动的格局 今天是散装货运 航运跟散装族群 强势带领大盘上工 成交比重来到两成以上 收盘的时候大概18%多 个股也有高档爆量的情况 可以等个股稍作整理以后 再考虑介入 但是因为今天爆量的 大概都是小的散装 其实大的都没有爆量 所以整体看起来 我认为机会还是不错的 钢铁族群虽然稍作休息 但老大中钢持续创高 待会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散装钢铁都受惠于 中国房地产政策利多 同样受惠的包含塑化族群 都可以持续关注 操作上不必急于追价 因为盘是多头气氛不足时 创高容易拉回 像今天有很多个股 也是一样创高拉回 若要进场可偏向低档 足底完成的个股 做初步的布局 若短线行情如先前预测的 拉回基线附近 我们在做积极的进场 这早盘给大家的建议 我们带大家先看一下 美股的状况 这是美股的倒球 我们是说跌破这个区间 但是你看昨天这样一个大涨 感觉又蓄势待发 又好像要上来的感觉 对不对 真的也是很 不知道怎么说 当然涨是好事 这里一样 昨天一个整理小红K 今天 对不对 前天一个整理小红K 昨天是跳空上涨 大涨 所以这边看起来 有一点倒撞反转的味道 对不对 包含道琼 这边看起来也有点 叶芯 诚心的形态 纳斯达克 这就很明显 这看起来就很诚心 就是K线组合 所谓的诚心的形态 包含肺瓣 这个也是 这也是很明显的诚心的形态 所以有没有可能忽然又翻涨上去 真的不排除 真的不排除 OK 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期货的法人 期货这两天 持续帮大家追踪 你看 今天下午收盘完 外资 外资还是持续买 而且是近期的高点了 所以外资的流仓的多单 持续的增加 所以有没有可能真的看回不回 我觉得是真的有这个机会 所以这个地方 真的还是得买 说实在话 就是还是得买 来我们看一下 整个大盘 来这个 巴菲特K榜没有问题 跌下来 测一下 昨天测一下 没有上 今天马上给你跳空上去 而且还怎么样 收最高 开高走高收最高 开高走高收最高 强不强 真的是强 而且昨天 前天的这一根黑K 其实被今天吃掉了 所以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看起来是假跌破 看起来像假跌破的味道 不过这边能不能守住 因为搞不好上去又下来 这都很难讲 这都很难讲 不过已到此时此刻为止 这个地方 这一根黑K是被收复了 这没有问题 所以接下来 如果今天收复完 特别第一个站上五日线 五日线扣底的位置 在这里 你看 如果往下扣 很快怎么样 很快五日线就会翻扬 那翻扬 十日线也不远 所以说不定忽然就站上 五日线翻扬 站上十日线 是不是又一个短线多头又开始 有可能 这是有可能 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型 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还是得买 然后再来月线扣底的位置在这里 对不对 在这边这一区是高档区 所以多头 如果多头真的是很强力想要进攻 他会怎么做 他就可能怕怕怕再上来 再站回月线 因为如果一直站不上月线 月线会往下走 那整个中期的行情就要再等待 所以如果多头真的很凶的话 那会怎么做 先站回巴菲的K线 这边就跟月线距离不远 所以这边站上去之后 真的就要再创前高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还是 不要掉以轻心 说不定真的就来再给你一波 再嘎空手 嘎到大家不要不要的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我觉得特别注意 不过当然如果胖胖胖 忽然很强势这边站回来 月线多少 14646 今天收多少 14442 大概差多少200点 其实说实在话也不远 对不对 也不远 所以这并不算鬼故事 你说真的站回月线 其实不是鬼故事 是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 选择一些个股 来做一些布局 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的 OK我们看一下OTC OTC的部分 你看前一天 前天的大黑K棒还没站回 基本上目测是连一半都还不到 那刚刚那个大盘是怎么样 大盘是已经收复了 所以就今天的状况来看 OTC是弱于大盘 OTC弱于大盘 但是这很正常 因为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 中小型股不会先表态 他会等大盘先表态 所以大盘如果确定站上去 我跟你讲中小型股就要飙了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这样的状况 因为今天是怎么样挑战五日线上不去 但是你看前面的大量区的位置 其实也站回来了 所以等于是这根大根的黑K棒 还没站回而已 所以看起来 如果大盘维持正向 那中小型股应该就要补涨 这个地方就会稍微刺激一些 然后昨天我们跟大家讲钢铁人 对不对 你看钢铁指数 昨天讲完今天又再喷 今天又再喷 所以钢铁人是不是要起飞 我认为还是真的很有机会 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要持续注意 持续关注 这很明显 已经站上了 已经站上了 OK 来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每天下半十分钟掌握一下最新的行情 来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看个股的部分 来个股 我想先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承收制程 来前天一样跟着大盘一样创低 对不对 破低点昨天在侧低 但是又收上来 我就今天就跳空再往上 就再往上 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 有没有机会变成假跌破 是有的 是有的 所以这一个低点的位置 这一根低点的位置就蛮重要的 这根低点的位置如果有手 那确定这两天就是假跌破 那接下来要上去 就要进到这个整理的区间 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来我们看6770利基电 利基电就更明显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横盘的格局 所以他们这一组看起来应该是进攻不足 但是防守主要目的是在防守 这个地方世界也是一样 这个低档区 其实都没有跌破 都没有跌破 所以看起来成熟自成有一个防守的效果 但是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金元 金元的族群 环球金 昨天还创低 创近期低 今天稍微上去收个小涨 但是还是没有站回这个区间 还是没有站回这里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属于略微破底的状况 所以他要尽快能收复才能回到一个横盘的格局 3532 你看他就是一样 他就是破底 这就是破底 破底还没有站上区间 这个地方也是季线 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他们就是相对危险的个股 然后还有什么3443 我们看一下IP族群 IP族群创意的部分今天一样还是收低 而且还收跌2.67% 很明显在跌破昨天的低点 所以IP族群相对是弱势 来 再来 这叫四星KY 今天是回到季线 跌破季线收上来 但是一样 从这个紧线的位置 低档的位置来看的话 还是一样是跌破的 所以季线有没有支撑 有支撑要站回 站回这个低点的位置 站回这边的位置 会比较安全 就回到一个横盘的格局 我们3035的致远一样 前面的低点的位置 都是跌破的 所以这边都是跌破 所以看起来确实也不强 来3529的利旺 利旺也是一样 跌破 6643 M31 M31算是稍微强一点 还在这个整理区之间 还在这边 OK 6533 它的位置看起来 也是稍微有点跌破 但是这边如果稍微再往下拉一点 也是OK 就是略微跌破的状况 所以这一组能不能继续上攻 站回 站回整个整理区间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这边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然后再来我们还有看电子族群里面还有4958的针顶KY 我们看一下PCB的族群 来这边一个WD上来之后 创高 高档收一个吞噬线 马上跌下来 但是跌下来之后又回到这个WD附近的位置 又跌到这附近的位置 所以这边能不能止稳 而且重点这边都是怎么样 都是下沙取量 都是下沙有量的状况 所以这个地方WD的上缘 这里能不能在这边止稳 这里是很重要的观察点 然后包含当然ABF很重要 3037 3037从这一天大跌将近跌停之后 这两天看起来有稍微收敛一点 这个地方也是回到WD附近 也是回到WD附近 所以这边能不能守 这边能不能守 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同样我们看南电 南电就比较明显 跌到季线就有守 所以南电是比较明显 有一个支撑的位阶 就是一个季线的支撑 所以他们能不能带头反弹 还有什么6269的台郡 一样也是靠近季线的位置 开始走一个横盘 所以看起来他们前一波弱 跌下来之后 开始在找支撑 还有3189的紧缩 这边就是跌破季线 但是是测到这个WD的位置 所以这个位阶必须要守住 必须要守住才能有继续 如果他们这边有守住可以反弹 那他们对电子族群 对于大盘也会尽一份力 所以这边为什么 我指出来并不是叫大家说 这边跌到这里可以去买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看 因为他们能够指稳的话 那电子股有守 那大盘就会有守 那大盘就有再攻的机会 因为现在大盘领攻的族群 变成是航运钢铁 甚至一些传产的族群 包含金融今天也蛮强的 但是你真的要 临门一脚要推上去 还是需要电子 所以在观察上面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 电子族群 然后再来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车用电动车 来2204 这一个是领跌的 对不对 它是我们讲它跟那个玉龙同一组 对不对 这边很明显一个M头形成了 跌破M头往下修正 所以往下修正什么时候会找低点 看一下季线的位置 有没有机会在这边止跌 然后OK老大玉龙 玉龙前面的这一个 这个位阶 如果M头我们抓的紧一点的话 大概在这边 这两天是刚跌破M头 那会不会跟着2204一样 一路下去 不排除有这个可能 所以看起来车用 在玉龙跟中华的这一段 看起来是比较不乐观 但是相对的 也有不错的 来我们看一下 这算龙头 来茂林KY 在这边其实也是一个低档横盘的格局 所以你说它有没有跌破 其实也没有 所以要说它弱也不强 说它强也不强 但是说它弱 看起来跌到低档区也是有撑 也有机会反攻 所以没有放弃的味道 然后还有6279的胡连 看起来走势是很像 走势很像 所以这边一样低点都没有持续在破低 所以这边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这是车用的部分 但是车用看起来比较没有明显的进攻的气图 我们还是以观察指标来看 我们看一下海运 首先今天最强的就是这个2615 这个地方是望海 望海这边今天收了一个将近涨停 这边是挑战前面的这个底部 底部压力区的位置 如果这边能翻上去站上 那很明显就是要挑战这边了 这一块 这一块的高档区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持续关注 而且它量价的关系 这一波的上涨其实是带量的 所以他们是不是玩假的 我认为不是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地方还是不要追 当然前面我也认为不要追 但是这几天来看 看起来好像是要玩真的 再来2603的长荣 也是突破前高 前面这里突破完就收下来 整理一下也没有转弱 回到月线有撑就上去 突破这个高点 这边也是带量 它的缺点是稍微有一点点 高档背离的状况 这边稍微注意一下 不过这边上去压力就比较远 这边可以注意 不过以基本面来看 我比较不推荐货柜 我比较推荐散装 在这边阳明一样 一样稍微弱一些 但是一样都是挑战前面的高点 有站上 近期都是带量的 这个是货柜的部分 接下来带大家看散装 这也是我比较看好的族群 因为我们昨天的节目有讲 中国是原物料需求大国 BTI指数近期也在持续上涨 那这个部分 散装就会是受惠的族群 因为BTI指数是有铁矿砂 煤矿 跟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粮食 粮食是主要的货运的项目 当然铁矿砂最重要 所以铁矿砂在中国房市 如果有机会回头的话 那我觉得 那这些包含钢铁塑化 散装 这些都是受惠的族群 而且很明显 这边都是有量的进攻 这边要特别注意 OK 今天的高点就是挑战这边 所以这边如果能够站稳的话 那就要再往上一阶 可能就要再往上走 但是OK 我们一步一步看 一步一步看 不用急 那这边的话 突破了前面的高点 所以我们可以拿这个高点 来做一个停损的位阶 这边10线会慢慢往上走 所以10线走上来之后 我觉得可以用10线 来当做一个停损的设定 大家可以这样思考 2636 我们台花投控 它还没有突破 但是一样 这几天的进攻都是带量的 所以如果能带量 再过这个前高 这就可以注意了 因为前面的压力区在这里 所以前高其实没有什么量的压力 对不对 所以这边拉回整理有手 看起来是有叙事待发 要突破的意味 而且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货柜三雄在突破 然后散装也在突破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可以持续注意 然后散装当然最强的就是这个玉米 这边有一个WD上来之后 哇啪啪啪啪啪 哇真的很强 我真的也没想到 会涨这么多 从这边到三十几块 三十七块左右 哇已经涨到五十一块多了 三十七块五十一块 也涨到十四块 其实涨不少了 那这边涨到这里 它是不是就要挑战前面的这个头部 挑战这边的位置 到这边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来到这边附近的时候 它能不能上去之后再站稳 如果它能上去再站稳 那可能就可以慢慢消化 上面头部的麦芽 那这边同样都是带量 所以很明显这些族群都是有量在攻 所以到底是攻真的攻假的 从量的角度 量就是钱 钱堆积出来的 那应该看起来认真的机会比较高 OK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展哥小提示 看回不回怎么做 我跟你讲手上一定要先有货 手上你 你如果现在没部位 你到时候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建立部位 如果现在建立部位 大盘还是如我们原本预期的 拉回到季线的时候 如果我们本来就建立一些不错的个股 我相信拉回会有限 所以这时候先建立一个初步的部位 我觉得比较重要 所以就建议跟大家讲 我直接那个都是 今天我还在加码 我还在买新的股票 这个部分我觉得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以现在我们原本的那个部位 从买到九成 之前高档一路减减减减 一路卖 卖到大概剩四成 那今天又再买一些回来 大概又来到五成左右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部位的控制 也可以大家做一个参考 然后很多同学说过年行情 过年有放假 会期怎么算 所以OK 我觉得把握红包行情 不要在乎了 我加证一个月 就过年这一段时间不赚钱 但是有操作我都一样发给你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过年的问题 好不好 加证一个月大家好好把握 打电话进来 0800370888 OK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 祝大家操作顺利 记得看回不回 一定要好好把握 拜拜 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赐负投资风险